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津津 以前257集 张凡看了眼丁桂江老婆 不仅他老婆这么认为 张凡也同样这么认为 这样倒是好了 两件事和冰城一件 那就好办得多了 只要把这事给解决了 不仅可以解除丁桂江老婆的危险 还可以彻底解除丁氏一族的危机 张凡在丁桂江老婆的脸上又看一眼 他老婆的印堂位置布满了黑气 那黑气流动速度也是颇为缓慢 那是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的 必须尽快把这事给解决了 张凡出门回到队伍里 对丁桂江说道 丁组长 你就别跟着了 在家里面好好陪陪你老婆 万一碰到什么危险 我们怕来不及保护你 到时候 很有可能会拖累我们 你放心好了 一旦有什么新的发现 我会立刻通知你 丁桂江看了一眼张凡 他的确也不想成为张凡的累赘 只能是开口说道 那好吧 小先生啊 那我就不去了 但你们三位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呢 放心 张凡应了一声 便带着方浩民和方言 一起离开 朝祠堂的方向走了 在路上 张凡把刚才和丁桂江老婆的对话 跟两人复述了一遍 两人都和张凡有同样的感觉 两件事情 如果真的可以合并成一件 那解决起来就容易得多了 三个人一边闲聊 便到了寺堂的门口 张凡拿钥匙打开了门锁 直接推门进去 然后三人便在祠堂里面感知起来 观察了十来分钟 却仍旧没有任何的发现 也没有丝毫的特殊气息 之后 围绕着一张桌子坐下来 方言想了想 对张凡说道 张先生啊 这祠堂里面没有什么特殊气息 也没有什么特别暗示 咱们也很难发现什么端倪 所以 只能另想别的办法了 是啊 老方 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 张先生 你已经询问过那些 之前处于疯癫状态的人 从他们的身上 并没有什么特别有价值的消息 在我看来 咱们现在掌握的 唯有价值的消息 便是那个女人口中的灰仙 所以 咱们只能从灰仙身上下手啊 听到方言的话 方浩鸣赞同地点头 这的确是一个好办法 咱们可以让丁桂江的老婆 出来把这灰仙给引出来啊 我也同意 但是 他只找了九个男人 还差一个 从丁桂江老婆目前的情况来看 他想换一种生活方式 不想再找别的男人了 所以 咱们也不能强迫他呀 两人文言都看了一眼张凡 微微叹息 张凡说的是事实 他们的确不能够 强迫丁桂江的老婆 他们也不忍心 强迫丁桂江的老婆呀 这么待着也没什么意义 咱们先回去 跟丁桂江说一声 然后到镇上找个地方住下 换换脑子 说不定明天 就有什么别的思路了 方言和方浩鸣互相对视一样 都是赞同的点头 随后 三人也没在祠堂里面逗留 锁上门 去了丁桂江家 见张凡三人回来 丁桂江再次迎了过来 三位大师 有没有什么发现呢 暂时还没有 哦 你也别急 慢慢来 我想啊 凭借您的实力 一定会发现情况的 而且呢 今天您做的事 也已经够多了 您可是把八个 处于疯癫状态的人 都给治好了 这份功劳 那是相当的大呀 丁桂江一边说 一边冲张凡 竖了个大拇指 张凡 则冲着丁桂江笑了笑 三位先生 里面请 咱们进屋喝茶 我们就不进屋了 你回去好好休息 我们去镇上找个宾馆 休息一下 明天再过来 闻言 丁桂江微微一正 这 咱们家里面有的是房间呢 为什么还要去镇上啊 我让我老婆给你们 拾拾拾拾 在家里面吃点饭 直接呀 就住在这 明天您三位 再借着查案子呀 还是算了吧 我们除了去镇上找宾馆 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 那好吧 既然这样 我就不强留了 现在时间还早 您去家里面喝杯茶 写写酒 这总可以吧 既然丁桂江这么说 张凡也实在是不好意思 再拒绝了 好吧 那我们就进屋歇歇 喝点茶 随后 四人便走进了房子 很快到了客厅里 丁桂江帮三人倒好茶 放在三人面前 丁桂江老婆也从楼上下来 此刻的丁桂江老婆 和之前的打扮大相径庭 她穿着一件长款长裙 而且还是戴袖子的 把身体各个部位 都包裹得严严实实 并且 走路也变得端庄了起来 脸上 丁桂江也不再挂着 妩媚的笑容 非常淑女地 坐在了丁桂江的旁边 丁桂江也发现了 自己老婆的变化 但是 她却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随后几人喝茶闲聊 不过聊来都是一些家常 也并没有聊丝毫 有关于祠堂的事 张凡三人喝了两杯茶 便离开了丁桂江的家 丁桂江 则是一直把张凡三人 送到门口 临离开的时候 张凡又对丁桂江 丁桂江说 丁组长 有件事 我得跟你说一下 祠堂的线索并不好找 我得给你敲个底 我们很可能要逗留很久 你做好准备 我知道 张先生 您不用太过着急 村里面的人呢 都是非常的欢迎您的 有什么问题 您尽管和我说 跟我们丁实义足的人说 我们呢 丁桂会竭尽全力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